相离 我和貴山泉 天留患望眠望 我是你 不借了 各位來聚餐 參加這次的發會 這次的那個 會議也很多 所以我很開心 我跟同盛會 我本人跟人 我現在沒有河北聯 我本人跟仁波切學東西 我們認識仁波切是 1995 年 再改在年就 20 年 這個期間 我們就看到大寶法王的寺廟 由仁波切從沒有變成一個 非常非常美的一個莊嚴的國籍圖 仁波切來美國赤手公權 什麼都沒有 從沒有變成有 然後他那個時候早期 我們認識他的時候 那個大殿都已經建得差不多了 就是那時候他要找功德主做佛像 我們就幫了一些忙 但是整個的結構 仁波切那個時候年輕一些 每一年都到台灣去募 所以台灣的信眾 資源大寶法王的三樣是因緣非常久遠的 因為仁波切是第一位西藏的師父到台灣去傳法 那個時候非常久以前的事情了 那時候他每一年都去台灣 台灣的信眾就非常的多 我跟仁波切去最後一次的時候 我才發覺我們是真的有福報 能夠跟仁波切做得這麼近 然後看仁波切 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感受到仁波切他的家實力是無量無邊的 可是在這邊每一年年跟他修房 寺廟也慢慢的建立起來了 可是人也越來越多了 那他原來的那個房子 就是他們原來的KDD 是一個百年以上的一個像滑雪的那種旅館 所以也越來越舊了 那個地方是做廚房的 還有本來是傳訪的地方 後來建了大殿就做廚房 然後所有的工作人員的居住地方 面面變成圍樓了 當時的烏斯達的這個地方就需要說 你們一定要拆了 不然的話那個地方不能 連這個整個monastery都要 shut down 因為那個是 dangerous building 所以剛好這個情況 大寶坊已經準備可以出來傳訪 所以那個寺廟的擴建工程 就變成必須的了 而且經過很多年的努力 大家的努力的捐錢 可是這個情況中又經過了我們的經濟的大轉變 大家外面的經濟也不景氣 然後他為了得到這個 building 的建築許可證 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很多的人力物力都投注在擴建工程上 如果大家去網站上看擴建工程的外表 已經全部都做得很美了 都很好 但是在這過程中 因為建築的工作不能停一停 有錢做一點 有錢沒錢做一點 所以到現在為止 building 全部做完以後 KDD在所有的財力方面已經非常地僵破 所以仁波切他覺得他這一生所有的精血 心血都放在這個寺廟上 那他也希望說這個寺廟能夠正常的運作 因此他也希望我們大家在人力財力各方面 再度伸出大家這個布施的心意 能夠好好地把我們的KDD經營得更完善 那時候仁波切就跟我們說 這寺廟很緊急了 請大家幫忙了 我很少上山說我也不知道緊急的情況在哪裡 那我就想不管他 沒看到就算了 不看了 不知道就很好 可是後來阿尼羅喬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美蓮娜 你一定要想點辦法 我說我沒有什麼辦法 好想 然後我就跟幾位 跟仁波切很久的弟子商量了一下 我們就想一想 然後仔細的想一想 這個寺廟 想到半天發覺說 這個寺廟不是仁波切的 寺廟是我們大家的 仁波切起了一個頭 給我們一個這麼好的一個環境 要我們大家來維護 就像我們自己的家一樣 我們的家也維護得很好 有的買個電視 買個什麼 然後種花 都維持得很好 盡我們的力量 可是寺廟呢 要我們大家來維護 大家來經營 這樣子的話呢 不要每一次 有錢沒錢的 要做什麼事 都要去募款 所以我才想到說 讓我們大家來做一件事情 是在財力上 能夠給KD的資源 是長久的 而不是他沒錢的說 趕快來捐一點 然後又沒錢了 又趕快來捐一點 我們呢 因此我們想了很久 我們想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ID 我就想這個主意 我就想說好 我這個能力很小 那我至少一天一塊錢 我總可以吧 我想說我一個人如果抽一天一塊錢 我就有365塊 那找幾個朋友就可以了 我那時候心量很小 我想說找兩百 三百嗎 我就跟人家報告說 Jug well done 拜拜 後來我就到山上參加彌陀法 我就跟仁波切報告我們的計畫 我們就說 我們來做一個計畫 一人一元 365天 365塊 那他說 那多久 我們KD的財務才能夠正常化呢 想了老半天 我說仁波切 你需要三千地址 每天給你一塊錢 你一年就有一個million 他說 真的嗎 不相信 拿calculate 算一算 真的喔 他想想看 這個很好 他跟我說 如果一人一天一元就可以支援我的寺廟 我要做number one 所以仁波切是我們這個護法地址的第一號 他一下就把他的所有三年 他說我要commit三年 他三年的一天一塊錢 就馬上第二天就給了我了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緣起 因為師父也是告訴我們 小小的力量集合起來就是很大的力量 就像我們的功德海一樣 大家的功德流到大海 就變成大海 都不是一滴水 所以我就有人過去的這個number one 那我就想 我們中國人很容易 中國人的東方地址 護持寺廟是很容易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子 那後來我跟所有的西方人 西方師兄們 南馬們 還有我們自己 東方人 大家一起共修尼多法 我看看大家 我覺得我們都是極樂淨土的 potential 的一員 我們這個計畫要open 要開放給所有人 所有護持KDD的地址 所有聽到仁波切 聽到大寶法王歡喜的地址 都能參加 因此我們這個計畫是 對中國人我們是說 請大家作為KDD的護法地址 對外國的西方的地址 我們就說 Please become the one friend of the KDD 所以我們呢 在西方人的文宣 我們就是說 大家來做friends of the KDD 這friends of KDD 也許可能是KDD的member 他們也會去參加書法 但是他們也很多 西方人也很多朋友 他們也許 因為你的關係 而可以變成我們KDD的friend 所以我現在兩邊都有可能去做 但是這一份文宣 中文的文宣 我們當時做的時候是十月份 那時候我就跟仁波切 進入阿里羅索 是希望我們能夠做這件事情 我就跟寫這個文章的這個師姐 吳秋梅 秋梅師姐 我說我們這篇文章要偶心力寫 我們一定要放出我們所有的心力 來寫這個東西 所以很多的晚上 我們是講到十二點的 我們把仁波切所有 她對我們的所有的叫法 重新來回味 然後寫出這個東西來 真的是用心寫的 而不是說要捐錢 幹嘛的 而是真的是非常感激的 不過現在我們的生命的旅程 帶我們走了這麼大一條路 而且是帶我們到永遠成佛之路 這是對師父對我們的恩德 所以我們現在是推動中文 這個東方地址 在台灣、中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 我們都已經開始推動 本地今天剛好大家聚會 所以我們就開始推動這個活動 希望大家告訴大家 一起來互持這個大家的思願 所以這個事情我們還在進行中 因為才從阿彌陀佛法到現在才一個多月 我們已經拼命在努力看怎麼樣做得很好 那非常吉祥的是 我當時跟人確報報以後 都要出來了 她就問我 她說你們這次要做的這個募款 有沒有送大家一些小禮物呀 因為每次我們募款 她都有說 我們都想到要送一些東西給大家 作為一個感激的意思 我們就說人工先生不要擔心了 我們都做了 我們去捐了一些錢 然後台灣做了一些小的檀香的手鏈 然後帶去給印度大寶法王加持 誰要參加我們就送她一條 那她看了我她沒說話 我要準備走 她說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可以幫你做這件事情 我說那趕快就坐下來 再聽人工先生有什麼開示 那她就說 她說我手邊還有一罐大寶法王 十六世大寶法王 留給我的最珍貴的她的血 那仁波切這麼多年來 她會做一些就是叫做雪寶丸的 這個是大寶法王 十六世大寶法王 留下的血 然後她等仁波切去做成甘露丸 這世界上她說她供養一些給法王子 還有創古仁波切 不然的話所有血藥丸裡聽說 都是從仁波切這裡做出去的 那她做了她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小罐 那她就珍惜的不捨的再做了 可是這麼多年來她又旅行 又照顧弟子 所以她也差不多也沒有了 她說如果我的幫助 能夠讓我們大家很快的 把KDD的財務 能夠到她正常的作業 我也願意再辛苦的 她沒有說辛苦 我自己感覺很辛苦 我會再把最後一罐 沒有啦 這個世界上就這麼一罐呢 雪藥丸我要來做 我會把少少王子十六四的雪做成雪寶丸 然後呢來送給這個結緣 來做結緣品 然後送給能夠護持這個護法 弟子這些的功德主 那我們又有興趣 我說她仁波切你怎麼做的呀 有沒有機器呀 或幹嘛呢 她說不是啊 我每一次只能揉兩粒 你們看到仁波切你曾經給過你雪藥丸 她是每一次只能搓兩顆 然後搓到非常的小 非常的均勻 非常的堅實 她叫我們試試看 用牙齒咬都咬不動的 那個情況 才算做好兩顆 那我說那 那我們可能有三千弟子耶 她本來想一人送一顆喔 我說那你要搓三千顆 那仁波切太辛苦了 不行不行 那她說那怎麼辦 她又很想送啊 那我就想說好 那我們就來難一點 大家用功一點 努力一點 我就說好 那這樣子好了 如果我們不僅自己參加 我們如果能夠去找十個朋友 一起參加的話 你就送我們兩顆吧 她說好 那你就盼著辦 所以呢 這一次的禮物是 本來我們每次捐款 都有送一些禮物 這次禮物是仁波切親自要 做雪寶丸送給大家結緣 但是比較難一點 大家努力去找Member 然後讓我們這個三千地址 早日達成 那仁波切這麼多年來教學 她有六千以上的地址喔 所以我想說六千的話 一半出來我們也成啦 而且有這麼多新的地址 都來了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project 是仁波切No.1 一定可以做成 可是要大家的努力 那我每次要做一件事情 我就請仁波切加持啊 什麼的 那我說這個事情不錯 那仁波切給我一個名字吧 這樣我講比較好講 K1 Gamma三層法輪是護法地址很長 我說那仁波切都給一個名字 一點點 七丈文一點點的話 那由她的這個名字 我也知道她有Blessing 那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上山的第一天 我就請仁波切說 仁波切請你想一想看 我們要做這個project 有沒有什麼好名字 你給我一個 那我就很高興啦 一個禮拜以後 修法完畢 我又跟她 又去看她啦 我就說仁波切名字想好了 沒有啊 她說 沒有 你自己想 她叫我自己想 那很頭疼啊 因為仁波切什麼都會啊 我自己想不起來 我們就回去了 然後想一想 講了半天我說 嗯 我們要 我們又不會西藏文啊 不能講一個很吉祥的名字 那怎麼辦 我想了半天 我是師父的弟子啊 那我可不可以用師父的名字呢 後來我們就去問師父 我說 我們用你的名字好了 我們取一個名字啊 中文叫做 Kampo Kataran Poche 卑智學會 英文叫做 KKR 那是仁波切的名字 Kampo Kataran Poche Loving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so that's our organization name 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名字 這樣子的話 去做 fundraising 比較好 因為KDD它是一個寺廟 所以它有本身的結構 在美國要做這個 免稅的團體 我們需要這樣子做 比較合適 所以我們現在 那能不能 我上個禮拜又去見他 我說我已經註冊了喲 你的名字已經上去囉 如果有人問你說 既然膽敢有人用 Kampo Kataran Poche 的名字 你就知道是我了 那你就說 OK Yes Yes I know it and please help 他 我每次說 我有個師父 林波切請你一定要做我的上師 他就跟我講 他說 我是代表大寶法王 把 我把 我代表大寶法王 給你規依 給你所有的戒律 給你所有的修法的東西 你是大寶法王的學生 林波切他都沒有說 你是我的 我說我很希望他變 他說我是你的 可是他都不一樣 他就說你是大寶法王的學生 我所有的學生都是大寶法王的學生 因為我是KDD的住持啊 我們是KDD的寺廟的 常常去寺廟的 那KDD的寺廟是大寶法王的寺廟 所以我們大家都是大寶法王的弟子 那除了我們不去護持大寶法王 不去護持這個KDD 會誰去呀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榮幸 能夠在KDD呢 經過林波切的這個這個加持 能夠有機會跟林波切學法 也就是大寶法王的學生啦 所以我們這個寺廟是大家的寺廟的話 也就是為大寶法王未來 他來各方要傳法要做什麼事 他要人有人要錢有錢 要什麼就有什麼 因為我們給他全部的support 全部的支援 這個就是這個project的小小的變化給你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做更多的支援 我們也可以在社網站慢慢做 然後呢 以後會有更多的文宣計劃告訴大家 所以第一個計劃 林波切這個悲智學會 第一個計劃就是要找三千護法弟子 那之後很多人就問說 你找了三千 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 我說人波切的佛形事業 和大寶法王的佛形事業是無量無邊啊 只要你們願意繼續護持 我們就有繼續很多的project 讓大家來加入來做 所以第一個project 希望我們能夠在很短的時間 找到很多很多的護法地址 所以請大家告訴大家 謝謝 我跟人家說 每天給KDD一塊錢 其實比我每天喝的咖啡一杯還要少錢 所以呢 我跟人家說 每天給KDD一塊錢 其實比我每天喝的咖啡一杯還要少錢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想我們是可能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 那只要我們有心 不拘多少 大家都心裡想到說 你的一塊錢都可以 會放到KDD都可以很大的功用 那我們就希望大家來共同做這件事情 謝謝